关心就是美国职棒纽约洋鸡队 在美国时间星期五正式地做出决定了 对于近来状况不佳的王建民 列入是15天伤兵名单 根据医师为王建民检查身体的结果 发现建载在去年的脚伤 导致了他患部驱鸡出现了问题 幸好情况并不严重 卧建载现在必须要先留在佛州的 探耙进行复建 球迷要看到建载回到大联盟投球 恐怕还要再等一等 吞下三连败之后 王建民23号回到佛州坦帕 延长春训表演赛 七局投了91球 其中70个好球 杨基队副总裁康诺斯 还一度称赞健在表现回稳 不过之后在杨基球队安排下 王建民接受医师检查身体状况 发现宽部驱鸡力量不足 最后杨基队决定将王建民正式列入伤兵名单 去年六月王建民出战德州太空人队时 因为跑累导致右脚掌关节裂伤 救伤可能是影响他投球表现失常的原因之一 杨基总经理凯徐曼表示 将会让王建民先留在佛州坦帕球场进行复建 至于他所留下来的先发空缺 可能有近来表现不错的修斯地步 球迷们要看到建载回大联盟投球 恐怕还得等上一个月 中天新闻从会议综合报道